不是蜂蜜蛋糕味 自殺屋主前妻現身說法 位於新店呂中海二期 傳出凶宅出足糾紛 就讀大二的張同學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租到凶宅 房屋夜夜飄出蜂蜜蛋糕的味道 自殺屋主的前妻 看了蘋果日報主動向本刊爆料 他是個製作音樂的人 然後他也很熱愛音樂 而且他非常的認真上進 他是知名音樂人 鄭志明 大家都稱他小鎮老師 相片中與歌神張學友 好友趙傳潘月韻的合照 不能看出他的好人緣 可是他卻在2009年燒炭自殺 鄭志明認為遭到朋友欺騙 但他的前妻還是無法理解 為何要自殺 而自殺的房間 正是張同學有聞到 蜂蜜蛋糕味道的二樓房間 照片裡面右邊那個二樓的房間 就是他燒炭的地方 那為什麼會打上地板 那我在想說應該是 當時我們去的時候 因為他地上那個磁磚地板 又就是那個燒過的痕跡 燒焦 鄭志明的前妻對於新聞提到 蜂蜜蛋糕味道感到疑惑 並與家人討論 我有打電話給小叔過 小叔說 欸 他說大嫂你記不記得 他說大哥很愛吃那個 三峽金牛角麵包 他說我們去的當天 他旁邊不是還放著半袋 金牛角麵包沒有吃完 鄭志明生前最喜歡的 就是各種口味的金牛角麵包 烘烤後 麵粉香甜的味道 與學生敘述的不夢而合 當然遇到這些淋浴現象 你心裡會 學生難免會害怕 但是他真的不會害人 如果他半夜彈鋼琴給你聽 你應該才會害怕吧 蜂蜜蛋糕 麵包味 香味 有可能啊 我相信啊 我的想法 對啊 搬自去而已啊 二樓原本是他的音樂工作室 選擇在最愛的音樂世界裡離開 也讓樂壇好友相當惋惜 地產中心採訪報導